在中国,关于冰雪的故事从古至今从未停滞 万年前,阿勒泰新民脚踏毛皮滑雪板 划出人类滑雪的第一道轨迹 今天,森林河谷,城市乡村 仍在演绎着中国独有的冰雪盛景 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美好的冬季如约而至 辽宁拥有中国北方最温暖的冰天雪地 这里白雪与装红碰撞出千年余韵 厚重与静美 在雪花中绽放 即日的喜悦在木瓦中涌动 黑龙江被誉为冬天开始的地方 也是中国冰雪艺术的发源地 星河悠然其木 梅花路轻盈跳远 最迷人的风光永远是雪地中运动的生灵 众美辽阔的内蒙古已成为营州宋国的大雪园 纳达姆盛会一触即发 速度和激情供人们肆意污洒 尖叫和欢乐成为冬日主旋律 新疆是自家爱好者的天堂 寒冬藏起了绿林和喜欢 但却造久了七个月漫长的冰雪期 欢迎人们用探索的眼睛 描摸出最西北的水木画卷 孕育了五千年画家文明的山西 灯白雪落在灰瓦上 大风的灯涌救醒了古城 古剑古村落 也点亮了中国对世界的祝愿 冬日里的中国 走进北京 天津 河北 吉林 打破古语经的屏障 打造冰与火的享受 点燃欢聚的烟火 为好盛演 开门陷阱 发现中国冰雪之危